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若思的新家又火了 146平方米超大空间 充满艺术和生活情趣 在这个纷繁喧嚣的都市生活中 每个人都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寻找着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和有趣的方式 有一位女演员赵若思 他不仅在荧幕上熠熠生辉 更是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 构建了一座迷人的居所 赵若思的家 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 更是一个充满艺术和生活情趣的空间 他以独特的神美眼光 在146平方米的空间里 创造了一个让人心识神往的天地 赵若思 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细腻的艺术氛围 仿佛在述说着他对品质生活的独特追求 让我们一同踏入赵若思的家 探索他那光影交错的客厅 品味他对生活细致用心的书房 感受他独特的烹饪之道 以及与他共度时光的猫狗伙伴 客厅 客厅 设计重点呈现出明亮宽敞的现代氛围 走进赵若思的家 首先映入引连的是那宽敞而光明的客厅 这个空间不仅仅是生活的起居室 更是他对品质生活的诠释 140平方米的空间被布置得如湿如画 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细腻的艺术氛围 沙发 茶几 地毯等城市的搭配不仅体现了它的品位 更引在出一种让人心旷神移的感觉 客厅 这个客厅并非简单的休息空间 更是一个多功能的区域 与客厅相连的是宽敞的餐厅 这里的设计不仅考虑了实用性 还充分体现了艺术感 客厅 三个功能区域相互呼应 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的居家环境 客餐厅相互连接 让整个空间更加通透 让人在用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自然的光线和美好的风景 客厅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 整个房子的设计采用了大平层的布局 让空间感更为宽敞 流畅的线条勾勒出现代感十足的居住氛围 客厅内的落地窗更是室内自然光的绝佳来源 270度的全景设计 让人仿佛能俯瞰整个城市的美丽风光 客厅 而室内的城市同样值得细细品味 家具的选择不流于俗气 而是体现了它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阳台 在他的家中不难发现一些别致的小装饰品 这些小物件不仅点缀了空间 更是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氛围 客厅阳台 在床头的柜子上摆放着一些精致的摆件 这些小细节的处理展现了他对生活的信誉用心 客厅 在他的生活中 有两个特殊的朋友 一只猫一只狗 这两个小伙伴成为了他生活中的陪伴者 一起分享每一个平静而惬意的时光 客厅 在客厅的某个角落 他们有着自己的小窝 成为了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客厅 窗外的景色也是这个家的一大亮点 赵若斯的家里有着大面积的落地窗 这让自然光线能够充分洒进室内 让整个空间充满了生机 客厅 窗前是一个小小的阳台 摆放着一些蜜植和花草 这个小角落仿佛是他与大自然交融的地方 每当在这里停留 仿佛可以感受到自然的呼吸 卧室 卧室 设计重点 展现了私密而明镜的氛围 进入他的卧室可以感受到一种私密而明镜的氛围 床头的装饰体现了他对温馨家居的独到见解 卧室 柔和的灯光透过窗帘洒在床上 温柔中带有一份浪漫 在这个私密空间里 他仿佛找到了与世隔绝的平静 让人心生向往 卧室卫生间 卧室的设计不仅注重了舒适性 更是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独特理解 走进他的书房 可以看到墙上挂满了书架 各种各样的书籍整齐有序的摆放着 卧室 这个空间成为他思考 阅读和放松的场所 书箱气息在其中弥漫 仿佛让整个空间都充满了知识的力量 厨房 厨房 设计重点 巧妙的三功能区域设计 而赵洛斯也是一个热爱烹饪的人 在他的厨房里 各种冲具和调料摆放的井然有序 餐厅 独自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光 成为他生活中的一种享受 厨房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和搭配食材 感觉自己对生活有了主导权 自由而舒适 厨房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厨房 更是一个表达热爱的空间 在这里 他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意 烹饪出一道道美味佳肴 厨房 厨房里弥漫着各种香气 这不仅是食物的味道 更是他对生活热情的体现 餐厨 总结 赵洛斯的家 不仅仅是一个军所 更是一个生活的舞台 他以独特的神美眼光 将每一个空间都打磨得如声如画 赵洛斯 这个家不仅体现了他对品质生活的追求 更是一个展现个性和独立的私密天地 在这个空间里 他找到了生活的余悦 每一个小细节都仿佛在述说 他对生活的独特理解 优优独特仁美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